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0日 前一段时间我做了几期关于猪恋案的节目 当时有很多人都跑过来骂我 后来我慢慢的也就没有了 但是这两天突然又有一批人跑过来 在这几期的节目下面留言骂我 因为网上追凶最近有一个进展 让这些网上追凶英雄们觉得非常的兴奋 澳大利亚有一家报纸叫做澳大利亚人 也参与了网上追凶了 他们就挖出了孙伟 在澳大利亚的真实的身份 他的一些隐私 包括拍到了孙伟的进照 为什么这些报纸要来参与网上追凶 我猜是因为这些网上追凶英雄们 也大听到了孙伟移民到澳大利亚 所以就给澳大利亚的媒体都发信 去揭发孙伟 最终有澳大利亚人这叫报纸 一名专门报道犯罪的一个年轻的记者 对这感兴趣了 所以就发来一篇报道了 但是澳大利亚人这份报纸 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严肃的报纸 可以说是一家小报 因为它是莫多克创办的 莫多克旗下的那些媒体 除了他买来的华尔街日报之外 其他的那些媒体 都是很不严肃的 都是一些小报 那有人说了 不对啊 澳大利亚人这个报纸 号称有两百多万个读者 发行量还是不小的 你怎么能够说人家是小报呢 这是不是小报跟发行量的大小 这没有关系的 有个小报的发行量是很大的 比如说莫多克在英国有一个报纸 太阳报 一度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但是那个报纸就是公认的小报 是不是小报跟半报的方针 隔掉是有关系的 正规的媒体是要讲 新闻报道 要客观 要中立 要真实 要可靠 但是呢 小报它是不管这些的 它要的是能够送人听闻 能够满足读者的猎奇 能够吸引眼球 至于报道的这是 是真是假 能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困扰 他们这个才不管的 也因此经常来的诉讼 莫多克其下的那些媒体 就平凡的被告的 不过呢 因为走这种小报的路线的话 能够吸引眼球 所以呢 往往发行量还是很大的 所以呢 他们也愿意为此 做出付出 不怕 所以因此来诉讼 那这篇关于孙伟的报道呢 有完全采用的 那就是小报的 这种报道的方式 那比如说 他把孙伟在澳大利亚的 住址啊 财产情况啊 什么的 全部都挖出来 然后拍的尽照也是偷偷的拍的 就像狗仔队 去拍摄一样的 这个呢 不是一家正规的媒体 会这么干的 这个记者之所以要报道这事呢 除了觉得呢 因为这个案子很耸人听闻 能够吸引眼球之外呢 可能呢 还带着政治动机的 他把这个租赁的案子 说成了 是本来是很容易破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嫌疑人 是中国高官的子女 所以呢 就中国政府不让破这个案子了 这个呢 就完全采用的是这些网上追凶英雄的说法了 而且还说 中国政府是禁止报道讨论租赁案的 这个呢 完全就是这个记者的胡思乱想了 这二三十年来 中国的网络 中国的媒体 是不断的 在讨论 甚至可以说是在炒作 这个案件的 这篇报道的 整个的基调 就是想把它描述成了 是中国的权贵 或者权贵的子女 在中国犯了事之后 逃到了澳大利亚 甚至呢 在澳大利亚投资 赚钱 享清福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对这篇报道 很在乎的话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许会说 这个是反华辱华报道 当然的 中国政府是不会一起管 这篇报道的 但是呢 这个记者还很得意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 跑到了这个记者的推特下面 去感谢他 去表扬他 把他吹捧成是英雄 所以他很得意的 后来呢 又追加了一篇报道 说他关于孙伟的报道 在中国网络被封杀 屏蔽了 我想如果他这篇报道的内容 真的是在中国网络 比如说在微博上 被屏蔽的话 那也不是因为 跟孙伟的背景有啥关系 而是呢 他把人家的镜照拍下来了 然后网上在传 包括在中国网上传的时候 也都把孙伟的照片带上去 这个呢 就涉及到要侵犯隐私了 跟什么中国政府要干预 对这个案件的侦破报道 那是吵不上关系的 那除了这家澳大利亚人的报道 还有一些中文的海外媒体 也跟着报 比如说德国之声中文网 也跟着报 之外呢 我不认为会有那种比较严肃的 西方的报纸 媒体 也跟着来报道 这事的 因为如果是一家比较严肃的 正规的报纸 真的也要参与这事的话 那么呢 是不能偏听偏信的 不能像这个澳大利亚的 年轻的摄影记者一样的 有人给他爆料 他就都信了 就当成事实 都写出来了 是必须要去做调查的 那一查的话 就会发现 这些网络追凶英雄们 提供的资料 是都靠不住的 而且你作为一个正规的媒体 在报道的时候呢 你是要非常的慎重的 你这个慎重不仅要考虑到 这个事情的真假 还要考虑到 会不会对当事人造成什么后果 因为在西方 涉及到这种叙事案 是特别的要讲究无罪推定 讲究震荡程序的 当然这个是司法上的要求了 但是呢 作为一个正规的媒体 被称为是第四权力 影响力很大 那么同样 一般呢 也要遵循这些原则的 也要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 要遵循正当程序的 因为你必须要考虑到 万一自己搞错了 怎么办 你不能说根据这些网络追凶英雄的爆料 就认定孙伟就是凶手 因为孙伟是连嫌疑人都算不上的 他没有被捕过 更没有被起诉过 更不要说判决了 所以他是连嫌疑人都算不上的 你不能说这些网络追凶英雄 认定了他是所谓的重大嫌疑人 甚至干脆认定了他是凶手 然后呢 就可以去挖他的隐私 去晒他的尽兆 去把他的整个的底细 给挖个底朝天 哇你搞错了 这不是在骚扰人家吗 不就是在给人家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变吗 所以正规的媒体是不会这么干的 甚至呢 在某一些国家 比如说在欧洲一些国家 你不要说是嫌疑人都不是了 即使是犯罪的嫌疑人 甚至呢 是已经被定罪的罪犯 他们也要求保护隐私了 所以在看欧洲的某一些报道 比如说德国管理案件的报道的时候呢 甚至呢 就不说 那个被告是谁的 因为他们有这个保护隐私的要求 虽然我认为这么做又太过分了 对于被正式起诉的人来说 甚至被定罪的罪犯来说 还是应该把名字呢 报道出来的 但是他们国家就有这方面的要求 在美国是可以报道嫌疑人的名字的 是可以去挖这些罪犯的隐私的 但是呢 你对于连嫌疑人都不是的 去挖人家的隐私 这个呢 就很不妥了 这些网上追凶英雄 他们呢 还发起了一个请愿 向澳大利亚政府请愿 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来调查 逐隐这个案子 要求呢 把这个孙伟给处理 驱逐出境 这个呢 更不可能去做到了 因为作为澳大利亚政府 他更要遵循无罪推定 更要遵循正当程序 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也不可能 说去调查 30年前 发生在中国的 一个无头案子 所以 想要说 让澳大利亚政府来介入 真的对孙伟采取什么行动 采取什么处理 这是不可能的 除非呢 是这些网络的追凶英雄 发现了孙伟在澳大利亚 有什么不法的行为 那么还真有可能 让澳大利亚政府呢 能够对他进行什么处理 否则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网络 追凶 最大的进展 可能呢 也就是 到此为止 有一家 格调不高的 澳大利亚的媒体 介入 把孙伟的隐私 尽造 都挖出来了 对他的生活 造成的困扰 然后 让这些网络 追凶英雄们 有了一种 报复的快感 如此而已 至于说 是不是会搞错了 如果搞错了 那么呢 这不就是在汉人吗 这些人 是不会这么想的 他们呢 是非常坚定的 相信自己 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他觉得呢 自己已经把这个案件 给破了 你跟他们说 什么要一罪 从无 要无罪 推定 要正当程序 他们呢 还觉得 这些都是不对的 都是过时的 东西的 那当然了 他们认为说 什么一罪 从无罪 推定 不行 不适用 这些 现代 司法的 基本的 准则 都不对 那只是呢 针对 宣伪 或者针对 别人而言的 是不能 也把他们 用于 自己人 头上的 那比如说吧 那最大的网上 最凶英雄之一 被制成 很早以前 十年前 也一直就 有人 怀疑 他才是凶手了 甚至在网上 有两派 一派是孙派 一派是 被派 那么我们 是不是也应该 放弃 一罪从无 无罪 推定的原则 搞有罪 推定 认定的 被制成 就是凶手 然后呢 也去烧找他 也去挖他的隐私 还有 另外一个 网上追凶英雄 就是身为诸令的 同班男同学 童宇峰 因为他跟被制成一样 也说了很多的假话 造了很多的谣言 行为呢 也很反常 所以网上呢 也有不少人认为 说这个人 也很可能 那是凶手 那么呢 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 搞有罪 推定 也认定 他就是凶手 然后呢 也去报他的隐私 也去 烧找他 被制成 那是真正的 中国权贵 后代 在于中国的话 会受到保护 但是 同一封 据说呢 他是移民到 加拿大了 那加拿大是 不会去保护他的了 所以 是不是人们 也应该 挖他的东西 去骚扰他呢 这是不行的 你在网上 去讨论 这个案子 认为说 谁 嫌疑比较大 有可能 是凶手 这个呢 是你的权力 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力 但是呢 如果因此发展到了 到往下 去骚扰别人 去报人家的隐私 给人家的生活 带来巨大的不便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不要说 有可能涉嫌犯法了 从道德上 这个呢 也是不应该的 因为你要考虑到 你 哇 你搞错了 那不就是在害人吗 但是这些网络的追凶英雄们 他们是不会这么想的 因为他们缺乏的是共情心 是不会说设身处地的 站到别人的角度 去想的 不会将心比心的 只会呢 满足这种所谓的 报仇的快感 而且呢 还特别的偏执 即使你一再地跟他们说 你们根据的那些所谓的事实 其实都是谣言 是有人有意散布的谣言 即使呢 你提供了最新的证据 来表明说他们搞错了 他们呢 也依然不认错的 依然坚定 自己已经是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是网络的神探 而且呢 要去报仇去的 要替租赁 要去讨公道去的 还因为这些人 本质上呢 就是网络的议和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